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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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雲像风其实就像一个梦 梦险无言又无奏 总是看了不能忘 总是过了不能想 总让我为你痴狂 让我爱上你 其实没什么道理 明明知道不可以 让我痛苦为了你 让我快乐为了你 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 看那滚蓝溪北风 吹着不同的领孔 难道爱前只是一阵风 我的心儿碰呀碰 因为有你在梦中 从此善变不再空呀空 也许爱变得更浓 也许变得无言总 只要有你我就有笑容 让我爱上你 其实没什么道理 明明知道不可以 让我痛苦为了你 让我快乐为了你 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 让我痛苦为了你 让我快乐为了你 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爷奶奶 我听说这家要办大喜事了 这家丧事喜事都与我不相干 是大少爷要迎娶大少奶奶进门 就是明同学叶小军 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他爱娶谁进门娶谁 横顺都与我不相干 这家的事 你肯定本人 你肯定本人 这边从子到公里 你肯定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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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你肯定 你肯定本人 我肯定本人 你肯定本人 你肯定本人 我肯定本人 我肯定本人 這簡直就是胡鬧 葉小軍他... 是他自己去跟爹說的 我萬萬沒想到爹一口就答應了 而且說半久 葉小軍他根本就配不上咱們家 爹知道娘知道你更應該知道 現在你已經處成熟飯了 就當作什麼都不知道取進門再說吧 你以為葉小軍跟海若梅是一樣的嗎? 海若梅不過是心裡想著別的男人 而葉小軍會讓你戴綠帽子 一頂加上一頂 這我相信 你相信你還娶她 我現在已經是騎虎南下了, 你懂不懂? 韓若梅不過是心裡想著別的男人 你就居然那個樣子 葉小軍偷人 你都不在意 我真的不知道你心裡怎麼想的 你想那麼明白嗎? 好, 那我就告訴你 因為我喜歡韓若梅 我不准他心裡想任何一個人 至於葉小軍我從來就沒喜歡過他 他要偷人他就去偷好 你... 我讓他偷 爹又不容又不瞎, 天然間也看得見 你爹不會讓他亂來 你把所有的爛攤都交給爹去收拾 這房心事也是爹請給我答應的 好吧, 你就別再打我了 我還是希望出去 哥! 你真的是造孽 家裡辦喜事兒 叫你哭髒的臉 幹什麼呀? 幹你的還是欠你的? 別以為你肚子裡面有季家的骨肉 就拿喬了 等季家大少奶奶進了門 她肚子裡面也有 我看你還能神氣什麼? 小花, 給他打扮打扮 待會兒去接大少奶奶去 夫人 二姨奶奶也要去 當然啊 我不去 你敢 二姨奶奶 我不去 誰說你可以不去的 老爺子 老爺子 你去忙你的吧 若美, 你明明知道拗不過 又何必呢? 聽話 讓春華給你好好的打扮打扮 你就站在我身邊跟著我 你心裡要想什麼就想什麼 想些開心的事 你高興你開心 莫白見了更高興更開心 對不對? 小花也回去嗎? 是啊 春華 給他打扮打扮 是嗎? 就算勉為其難吧 你還得到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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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 Está很難 也不hair 有啊 你還得到啟口 i know you 什么事啊 我还叫做空的 空的 人呢 跑了 什么 跑了 怎么没接到人呢 人跑了我上哪去接人呢 那 那怎么办 老爷子 夫人 新郎官要接人了 那怎么办呢 你快点想办法呀 至少你的笑话闹大了 要不闹笑话 就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偏事不正 你也知道 偏事不正 偏事不正 肉梅 跟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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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家名媒正取,天事不正 從今以後,韓若梅就是寄家的大少奶奶 寄天,這跟你沒完沒了 寄天,你是甚麼意思? 原本要娶的是葉小娟 怎麼臨時又變成偏房扶正了? 那我問你 當初原本也是名媒正取韓若梅 又怎麼臨時變成了納妾? 韓若梅她不配 小娟她更不配 那也是你答應的 我答應的我會負責 不像你信口雌黃隨便說說 最後把所有的爛攤子都推給我來收拾 你有沒有為你做過的事負過責任 你甚麼時候顧了頭又顧到尾了 那…那葉小娟呢? 你不必知道的太多 我總會知道 ahh… 老爺子,莫少爺要進度 快點進度 請進 莫少爺要進度 進老爺子 我做的事你還滿意嗎? 我不是為了韓若梅偏師福陣來的 那你是為了什麼? 季家李丹善待娶雞門兒媳婦 偏師福陣又算是了什麼恩德呢? 那你幹嘛又來見我? 我是來告訴季老爺子 那放火那兩個人的確沒有殺人 這麼說,我可以放他們兩個走了 不過,你說 大沙河上撈起一具被奸殺的女師 我聽說了,這跟你有什麼相干? 最好不相干,你知道是什麼人嗎? 知道 誰? 她是石橋鎮上的一個小糟娘們兒 剛進門兒沒多久就偷人 這丈夫剛死,她更是得其所在便往家裡 石橋鎮上的漢子,她是每天換一個人 這個大伙兒也樂得不必去逛窯子了 一到天黑就往那小寡婦家裡跑 怎麼?你也認識嗎? 不認識 不認識最好,認識是夠倒霉的了 真的是從石橋鎮飄過來的 這根本就應該飄過去就算了嘛 哪個多管閒事的還把她給撈上來 像這種女人,怎麼死都是罪有應得,死有餘辜 謝謝你,這位子 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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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白,怎麼樣? 在河邊那個女士,她不是小雙 不是小雙 不是小雙 那是誰? 不要管是誰了 只要不是小雙就好了 小雙呢? might b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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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